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了很多所谓的基本原则 共同架构出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秩序 这是大法官在499号从德国借来的一个概念 那么这个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作用 就是它架构了一个范围 让国家的公权力行使要受到很多的制约跟限制 有了这些制约跟限制 就保留出压缩出一个很大的空间 让我们每个人可以依照个人的自主来实现自我的机会 这是我们上个礼拜开始讲 在人权进入之前 让大家感觉到你现在活着是活对了时代 你有很好的机会可以实现你自己 那我们这个接着下来呢 就是要讲各种各样的人权 那在进入到细部以前呢 细节以前 我们今天呢 还有今天跟下礼拜还有两次机会 是把人权的一般观念呢 做一个介绍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人权的概念与分类 那今天的这个讲纲 大体上也就是依照这两个部分来做的安排 好 现在我们先看 什么叫人权 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 我的说法非常简单 我没有给你答案 但是我给你看 什么是大家公认的人权里面的经典 你要说人权是什么 也许说不清楚 但是我告诉你这些文件 你去读一读 那你体会一下什么叫人权 第一个这个经典的文献呢 就是1776年美国的所谓的独立宣言 那么你们现在在讲义上面 是翻好了的中文 这个中文有一点需要小修正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英文 因为现在这个投影机有点问题 那我念我的英文 你们现在对照你们的中文 十之八九你也可以猜到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 所谓的真理是致命的 也是不需要多讲 大家都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什么呢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所有的人被造物者创造的时候 都创造成平等的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a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造物者赋予了他们每一个个人 有若干不可让渡的权利 这是致命的真理 That among these 在这些权利里面 不可让渡的权利呢 包含了 Our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包含了生命 包含了自由 以及追逐幸福或快乐 这样的权利 这是美国人所认识到的人权 That to secure these rights 为了要确保这些天赋的人权 Governments are instituted among men 所以我们在人与人之间 来缔造政府 Deriving their just powers from 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ed 政府的正当性 政府的权威 是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 所以上次我们曾经讲过 如果我们认为 我们这个是个民主国家 这个民主要产生实质意义 这里讲到的是民治 这个一定要得到人民的同意 才能统治 That whenever any form of government becomes destructive of these ends 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 当它开始 对我们刚才讲的设置政府的目的 产生侵蚀的时候 破坏的时候 It is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alter or abolish it 那是我们人民的权利 我们可以把这个政府改掉 我们可以把这个政府取消掉 And to institute a new government 并且创立新的政府 Laying its foundation on such principles 把依照这些原则来树立政府 And organizing its powers 并且组织这个政府的权利 In such form 用这样的一种形式 As to them Share seem most likely to affect Their safety and happiness 以人们自己觉得 最能够实现我们的安全 或最能保障我们幸福的 这样的方式 来组建改造这个政府 好 这里中文的翻译 已经在讲义上了 不讲了 好 我现在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可以自由举手地回答我 你们看到了这样的一段话 你们感觉什么 你们被启发了什么 被启发了什么 太严重了 你感觉怎么样 你有什么感觉 你觉得这样的想法 叫你写 你写得出来吗 你为什么要脱离英国而独立 因为英国没有保障我们的人权 那你认为政府是要做什么的 你认为政府应该怎么样 才符合你的意思 你们觉得这个后面的这些想法 是不是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 已经普遍被接受 还是这仍然是某一些人的想法 或者在一定范围内才能接受 不是普遍接受的想法 要注意 这个是美国的独立宣言 时间是很早 1776年 大体上说 这些想法跟欧洲 继承了欧洲 所谓的启蒙时代以来的想法 所以它是在这个文化的背景上 开出了这个革命成果 这个我最近看到一个在YouTube上 你们有兴趣也可以去找找看 余英时先生就是中研院的院士 他有一个演讲 好像这名字好像是叫人文与民主 大意思说民主不应该只是量的表决 或者是一种很形式的东西 它的后面需要有一些人文 有一些文化背景来支撑它 那你们看到这一段话 他没有讲说 我是根据洛克孟德斯就 还是谁的想法 我没有这样讲 但是这个不都是他们的想法吗 那如果没有这种想法 你们这些人活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革命呢 独立干什么呢 那可见这些事情是有影响的 好 那第二个呢 几乎同一个时间 我们看到的是呢 所谓法国的人权宣言 Declaration de Troyes de L'Homme et de Citoyens 这个权文的翻译呢 如果你要翻成英文 应该是说 有关于人和公民的权力的宣言 这个跟美国的独立宣言呢 表述的方法不一样 它有17个条文 那么现在因为时间的缘故呢 我只能够把 挑一些我认为 在这个时间内 比较重要的先讲一下 那现在开始呢 有帮我念条文 来 右边第一位开始 人生而只有 在生之前加个接 每个人都是这样 人皆生而自由且平等 好 继续 尽能以公共利益为基础 而为社会区别 我们每一个人跟其他的人 在社会上总有一点区别 你是台大的学生 他是政大的学生 你们两个所享受的 受教权利会一样吗 那你只能够 以公共利益作为基础 才能做一个区别 所以换句话讲呢 本质上 人应该都是生而平等的 但是现实社会里面 它有一些 所谓的social distinction 那这些social distinction 之所以能够justify 这是因为 它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存在 你们可以想想看呢 这是不是一个 很先进的想法 我们一方面不能假装说 每个人都是平等 一点都没有差别 这是在做梦 但是你如果有这些社会区别 这个社会区别 要有一个合理的 差别待遇基础 注意这个条文呢 是平等写在自由前面 好 下一位 第二条 好 这是不是跟美国人一样 我们要政府干什么 它不是为了保障我们的人群 我们不要它 这是天赋人权 这个想法以来 或者启蒙时代以来的 一个很基本的想法 本来他们认为在自然状态 所谓的national state 人都是很快乐 很自由 很平等的 但是有些缺点 包含了 你可能没有办法确保 你事实上得到的自由 所以我们需要用文明的方法 来组织一个政府 好 那也就是 自己自由财产安全 及反抗压迫 好 那跟美国讲的 有没有一点一样 自由财产 然后他有谈到反抗压迫 人民有反抗压迫的基本权 简单的讲就是有反抗权 这个想法大体上 是从洛克那里来的 所以人民没有权利要被压迫 你压迫我要反抗你 但是我们讲的是 人民反抗政府 而不是政府在反抗政府 这是另外一个想法 在台湾曾经有一小段时间 出现这种不太正确的看法 好 下一位 第四条 自由乃是反不妨碍他人 者皆得为之 这才叫自由嘛 我没有妨碍你 为什么不能做 而不是反过来 你说我可以做 我才可以做 你没有禁止我 我就可以做 这才叫做自由 但是有个前提 是不能妨碍他人 不然他被我妨碍了 他怎么会跟我平等呢 事故 在这里你隐然的看到了 基本权跟基本权会产生冲突 我的基本权跟你的基本权 会产生碰撞 那这时候我们需要有些规范 这里要注意 已经出现了法律保留 它不是要用法律才能限制吗 好 再下来第五条 你可以用法律来规定 法律规定 有没有一个界限呢 你这件事情 如果不妨碍社会 为什么你禁止我呢 继续 这跟刚才第四条有重复 再往下 法律除了禁止我 法律也可能 克我与行为的义务 但是呢 如果法律没有强制我做 别人就不可以强制我做 这个话其实讲的还是太快了 因为它仍然有可能强制 而强制过头的问题 好 第八条 要处罚 那处罚要不要很严谨 处罚可不可以无边无际 超过必要范围 好 继续 那这就是我们讲的 所谓罪行法定主义 这些字要圈起来 罪行法定主义就是 以犯罪时 以行为时 已经受法律处罚的这种情况 才构成犯罪 那我举个例子 我们现在在讲话的时候 今天是10月6号 我们现在并没有处罚 两个成年人合意的性行为 你请我愿 两个人成年 没有谁诱拐谁 也没有谁强迫谁 他们发生了性行为 今天是10月6号 这个时候没有处罚 这不算犯罪 10月8号我们通过一个法律 说虽然是成年人 基于自愿发生性行为 也是犯罪 要用什么什么乔文来处罚 然后说硕疾 从10月6号开始生效 今天我们做的时候 没有法律 我们两天以后通过了法律 然后说处罚我们今天的行为 你认为这个合理吗 除非你会有一种能力 未卜先知 否则你怎么办呢 人通常没有未卜先知能力 这种人很少 你通常算不出来 我们人的理性 有个界限 有个极限 这就是我的极限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要处罚我 这种法律是非常不合理的 不能让它存在 所以就是种罪行法定主义 你犯罪一定是以行为时处罚 这已经处罚 构成处罚的这种情况为限 不可以塑及 那这某种意义上 也是在反映了人性的尊严 下一位第九条 好 这就是无罪推定原则 这个原则对我们中国人来讲 很不容易接受 你们现在仔细看我们的媒体 是不是 他就说这个人有罪 为什么不抓 你要逮到一个人 你就觉得他是有罪的 尤其是被检察官起诉的 那这个一定有罪 如果会不会把院判无罪 但很多名嘴又出来骂 这里面有问题要查 你看看外国人 这个是1789年的 法国人权宣言 我们现在是哪一年了 我们真的心里面 接受无罪推定的原则吗 他们认为这个无罪推定 是基本人权 你在心里面你认不认同 但是这个事情 有他的不得不然之处 如果你不是接受无罪推定 那很可怕 回想一下我们传统的戏剧 比方说你看包工 他把一个人抓到了 还不快快招来 打 还不讲再打 我们认为这个被我抓来 一定是有问题的 我当然推定你有问题 我不是推定你没有问题 我推定你有罪 我推定的罪 跟你承认的罪还不一样 我们要弄到一样 那你觉得这样开始 是不是就有刑求 那如果你是那个被抓的人 你觉得怎么样 你既然没有证据 找不出我有问题 那当然要推定我没有问题 那否则你看哪个顺眼 哪个都有问题 那这怎么保护你的人权呢 好继续 鱼 这里已经开始出现了比例原则 必不必要 你有必要抓我 但是你有必要 用开枪把我打死的方法 抓到警察局去吗 你们看到最近不是美国有很多黑人警察 白人警察对黑人执法过当吗 你们看到电视上有很多影片 你觉得是不是 他已经双手都举起来了 你还蹦蹦蹦 他是怎么威胁到你呢 这个在美国现在争议非常大 几乎没几天就发生一次 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你 就算你逮捕有必要使用武力 你武力也不能预业必要范围 上手铐就可以解决了 一定要把他开枪打死拖过来吗 有必要这样吗 所以国家是合法使用武力的人 但是国家对武力的使用 自己要做节制 不能预业必要范围 好第十条 初期表达妨碍法律所定制公共秩序者外 任何人不因其意见 包含宗教信仰而感到不安 这个条文有点复杂 现在主要是在讲的言论自由 那是你看它有一个内外的区别 一方面是说 有没有不安 这是里面的事 但是外面呢 你的表达 你还是会受到有一个界限的限制 这个以后我们再花时间讲 好 接下来呢是1791年 这个美国宪法 美国独立以后 1776年有一段时间呢 实施邦连 然后呢 这个邦连以后 大家对这个邦连很不满 然后他们在费城呢 通过了他们的宪法 那是1787年 通过宪法的时候 并没有我们今天看到的人权条款 所谓的Bill of Rights 也就是征修条文的第一到第十条 这个是后来 几年以后通过的 那所以就这个部分来讲呢 要怎么样理解美国的人权清单 有一个很有名的 这个人已经死掉了 这个原来在哈佛大学当教授 后来跑到Stanford Law School 当院长的 这个John Illey 那么他在一本名著里面呢 提出一个观点 他说呢 美国的宪法整体来看 都是注重程序的构造 包含怎么样解决个别争议的公平 包含怎么样让大家广泛参与资源分配的这种大的公平 但是对于宪法的价值 比方说要合适还是不要合适 要去拨弯打仗还是不要去拨弯打仗 这种很实质的决定 或者要废死还是不要废死 这种选择几乎完全都是伪由政治程序 也就是说人民选举的总统跟国会他们去决定 那在这个宪法的大结构下 他认为他主张 违宪审查应该要怎么样来保障人权呢 宪法的设计是这样的 我们顺着这个宪法的设计 来寻求所谓的大法官或者联邦最高法院 这个宪法解释的定位 他提出来的一个理论 叫做A Participation Oriented Representative Reinforcing Approach to Judicial Review 违宪审查要着力的是 当人民参与政治的程序 阻塞了 用他的话讲呢 如果你是所谓的这种孤立而隔绝的少数 这个以后我们会讲到 那这个时候你的政治参与程序受到阻碍 受到有系统的阻碍 因为你是这个社会里面 孤立而隔绝的少数 你几乎没有办法变成多数 那么这种时候呢 大法官呢就有必要 透过违审查理论呢 特别注意保障你的权利 因为非常可能 多数人因为他讨厌你 他会由系统的通过法律来压迫你 那这种法律就会被我们 用比较严格的观点来检视 这个是理论问题 我们不多讨论了 有兴趣呢下面那篇文章 你们有兴趣去看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呢 这个征修条文里面呢 第一到十条 这个也不能说全部 那我们看看他主要讲些什么 第一条呢 讲到要保障这个宗教信仰的自由 出版言论和平集会 请愿的权利 第四条呢 人民有免于无理搜索扣押的权利 以后我们会讲到呢 林检 你觉得我是警察 我在路上看到你漂亮 过来过来 漂亮有很多种意思 我反正我就是要看你 过来我林检 可不可以呢 我可不可以无理 没有任何理由 没有任何怀疑 我喜欢搜索你 搜索有很多种搜索 搜索你的财产 搜索你的身体 有没有 还记不记得 前不久 去年还好几年以前 我们有国家元首的夫人 出去美国过境 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争议 就是他没有 也是要求要搜索 那这个当然清楚到 有没有礼遇 有没有可疑 那这个算不算是 没有合理的理由 进行了无理的搜索 跟扣押 第五条 我们以后会常常谈到 他说呢 任何人的生命 自由 财产 只有这三种法义 但是范围很大 非经法的正当程序 Due Process of Law 不能加以剥夺 我没有说不能处死你 但是处死你之前 得给你经过一套正当法律程序 维护你的权利 另外呢 一事不两罚 好像一条牛 不剥两次皮 不自证己罪 你自己证明 你自己犯罪 那这个是太 这个通常是圣人才做得到 我们要求你 不会这样要求你 正绣条文第六条 刑事被告 有哪些权利 这个一般别的国家 可能是放在刑事诉讼法 所以刑事诉讼法 有人说呢 它是半部 或者是几分之几的宪法 就是跟这个人权保障有关 因为这个刑事被告的权利 特别脆弱 那么第八条 会禁止过高的保证金 过重的罚金 还有一种叫做 Unusual and Cruel Punishment 我把它翻成叫 残酷异常的刑法 你可以想象呢 边刑 这在新加坡还有 你认为边刑可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你要问美国人 他可能会说 这是Unusual and Cruel Punishment 这个不文明的处罚 又比方说 以前你们读历史 读到汉文帝 因为有提迎救赋 而废止了一种刑罚 叫做情刑 情刑就是 把你的罪名 刺在你的脸上 比方说你到大陆去买村 给抓到 好 你呢 就是淫虫 在你的脸上刻两个字 淫虫 你到哪边去 大家一看 这个就是淫虫 你们觉得这样的刑罚 可不可以呢 这个在我们 可难想象 但是在美国 在当时 他就已经 这个文明就已经 到了这样的程度了 他觉得这个是不可以 这当然是不可以的 好 第九条呢 就是 人民的权力 不以前述各条 所列举者为宪 这个跟我们宪法 第二十二条 以后我们会讲到 它的作用非常相似 大概的意思是 人权一方面 是先于国家而存在 我们国家存在 是确认它 而不是创造它 它在我们之前 我们怎么创造 那我确认它 我总是有一个极限 我有办法 巨细米移的列举吗 所以我列了一些 漏了一些 你不能说 漏的都不是 仅限于这个列的 那这样太危险了 这也是当初 他们在辩论 要不要有 所谓的人权条款 Bill of Rights的一个 一个辩论的重点 意思是很多人说呢 挂一落万 与其这样子不如不行 当然最后还是写了 最后呢 就是第十条 说呢 宪法没有授予 美国联邦政府 或者没有禁止 各州行使的权限 一概是保留给 各州或人民 这个牵涉到 两个问题 现在我们讲的是人权 你可以说呢 我们没有授给你的 那当然就是 我们人民自己保留 那另外一方面 这个条文 也是联邦和各邦 联邦和各州的权限 划分问题 毕竟联邦政府的权 是来自于 各州政府的授权 所以没有 我们没有写在联邦宪法 你说你联邦宪法 有什么权 那你联邦就没有 没有的这些权 在哪里 在人民跟各州那里保持 那我们不是这样的国家 所以我们在概念上 比较不容易理解这个条文 好 以上呢 可以说是古典的 古典 经典的文献 那我也没有回答你 什么叫人权 你自己体会体会 什么叫人权 而且它是一个发展的脉络 接下来呢 当然很重要的就是 进入现代了 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文献呢 是在1948年的 联合国第三次大会的时候 在巴黎召开 所通过的 所谓Universal Declaration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简称叫UDHR 这个世界人权宣言 首先请注意 它是宣言 既是宣言 它没有法的拘束力 它不叫做treaty 它也不是convention 也不是convenant 都不是 所以它本来就不是 要做为一个 有法拘束力的文献 但是宣言很重要 因为我们刚刚打过一场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 打得你死我活 那很多情形呢 可能濒临到 灭种灭族的边缘 那现在不打仗了 我们大家应该坐下来 想一想 而且我们又放进了联合国 所以我们要 要揭示这种普世价值 那我们先通过一个宣言 讲呢 这个人权是怎么回事 这里有30条 我们看一下它的前言 它说呢 Whereas recognition of the inherent dignity and of the equal and inalienable rights of all members of the human family is the foundation of freedom justice and peace in the world 二次世界战后 世界如果要有正义 要有和平 要有自由的话 我们一定要认承认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所谓 固有的尊严 inherent dignity 作为一个人 他不是动物 他本身是目的 他不是手段 他有固有的尊严 同时他跟所有其他的人 都一样具有一些平等的 我不多于你 你也不多于我的 同时是不可让渡的基本权 是在这个理解下 我们重新建造世界的秩序 这个条文是不是对你们来讲 有点像 哪里看过 我们上礼拜在哪里讲到 是不是讲到德国基本法 德国基本法是1949 这个是1948 我没有去查 不过我猜想 应该有很多人 是同一批人 这时间很借记 48的写完 写到49的基本法里面 你们不觉得这个条文很像吗 你们刚刚上次 德国基本法不是这样讲的吗 那么他的条文有30条 他有30个宣言有30条 第一条讲到了人性尊严 那你看看 这是不是很优雅的 很崇高的理想 人生而自有 在尊严在权力上 均是平等的 人各富有理性良知 应该和睦相处 最重要是一句 情同守主 这是我们所憧憬的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新秩序 当然一直到今天 都没有实现 这里面很多复杂的问题 这也有人在讨论 是不是中国传统的 这种王道的思想 仍然在今天这个霸道 现实的 公立主义的 或者资本主义的社会里面 有它特有的价值 这个还需要时间来证明 那么接下来 这个原来讲义上面 写的第二条到第二十一条 是公民及政治权利 这个部分呢 我建议你们拿一个笔 把它涂掉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我做的分类 如果你去看那个文字 那个文字上面并没有 并没有出现这个标题 也就是说 它并不是一个章节 不是这样来处理它的 所以这个部分呢 跟其他的不一样 你可能暂时要把它拿掉 但是你知道就好了 那么我们等一下会讲 它一开始 它这个分类呢 影响到后面的发展 第二条就开始讲到平等 然后第三条 生命权 自由和人生安全 第四条禁止奴役 第五条禁止酷刑 第六条承认人是法律上的主体 第七条是平等 第八条呢 是诉讼 人应该有获得有效救济的这个机会 人生自由 不可以任意地逮捕 拘禁跟驱逐 驱逐也不可以 然后应该要受公平审判的权利 无罪推定 罪行法定 等等等等 那这些呢 还有其他比较值得注意的是 十六条 讲到了婚姻跟成家的权利 尤其是婚姻 要受到国家的保护 这个部分 跟我们上礼拜讲的 基本权有保护义务 某种意义上来讲 你在这里已经看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这个不是是单纯国家不侵害 我们有一个婚姻制度 国家对这个婚姻制度 不但是不侵害 还要积极地去做一些保护 那当然在这里 现在建设的问题比较复杂 像我们现在讲 台湾社会讲这个所谓多元成家 那么或者是说 我讲白一点就是同性恋 可不可以结婚 同性恋的婚姻 要怎么样受到国家的承认跟保护 尤其是保护 比方说最近发生的这个争议之一 就是他要收养小孩 那这有 这个可能有不同的程度 我们以后 这个学期稍晚 会处理到这样的问题 承认两个同性的人 可以在一起 以共同生活为目的 组织家庭 这是一层次 说这个家庭自己不会生小孩 还可以去外面收养个小孩 这是另外一个层次 因为你就这个小孩来讲 小孩是很小的 他可能没有什么抗拒的能力 他也没有办法选择 所以这个小孩 要假如说要受到国家保护 国家可能就要特别考虑 这个小孩的利益 未成年人的利益 那这里面牵涉到很多的争议 就是一个人在两性家庭之间长大 跟在同性家庭之间长大 他有没有不同 对他的人格发展有没有不同 那这个事情 还有很多实证的问题 要调查要研究 17条财产 18条思想的自由 19条言论 20条要注意的是 和平集会结社的权利 这个自始至终都是这样 21条是扶公职权 以上这个块 我们大体上可以说 就变成了下面另外一个公约 就是联合国的人民的政治 及公民权利公约 22条到27条 是另外一个公约 所包含的范围 就是有关于经济社会的权利 这里面22条值得注意 作为社会的一员 人都有社会安全 social security的这种权利 有权享受经由这个国家的努力 还有国际的合作 依照各国的组织跟资源的情况 实现他作为一个人 维护他的人格尊严 和人格自由发展 所必须要有的经济 社会及文化的各种权利 所以你可以说 这是一个很崇高的理想 那你也可以说 这个理想实现 还有一段很漫长的路要走 你觉得每个国家都有吗 都已经提供了个人 人性尊严跟人格发展 所需要的金色文的这种条件吗 经济社会跟文化的条件吗 23条以下就是对这个 有一些规定 29条是谈到人权的限制 要怎么样加以限制的问题 这个我们到几个礼拜以后 会讲台湾的比利原则 这个条文就很像我们宪法 第23条就作用上来讲 人权不可能不受到限制 但是人权的限制 又不是漫无限制 你不可以随便限制我的人权 所以就是限制的限制 好 第五 根据这个宣言 我们接下来就发展出两个公约 第一个公约 就是所谓的ICCPR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说是公民政治 公民及政治 这个权力国际公约 那这里面有part one part two part three 好多个部分 那么基本上呢 就是把我们前面那些宣言里面 所看到的这个想法 更进一步地把它写下来 从第二条开始 是把平等权写在前面了 第四条 这个因为我不是今天特别在讲 国际人权公约 但是第四条可以稍微看一下 也就是说 它承认国家在危难的时候 可以对于这个基本权的 这个保护的这个义务 做某种程度的降低或减免 那这个当然是有一些个争议啦 不过呢这个争议呢 至少它有一个弹性 那当然会牵涉到什么样的情况下 你认为这个才叫做 所谓的public emergency 这个公共紧急情况 那么这个derogation要做到什么程度 那这个第四条里面 它有一些是不允许你减免的 比方说你不可以以 种族 肤色 性别 语言 宗教和其他这个社会基础 来作为这个差别待遇 也就是你这个权力 保护不了那么多是一件事 但是在平等这件事情上 你不能打折扣 大家都一样 大家都减少 那你不能说你这种黑人特别少 或者你是我讨厌的某一种族类 比方说同性恋 所以你没有这个保障 这个是不可以的 那这个规定是很有趣的 也就是说它有注意到 有现实的困难 但是它也不使得 它所谓的在这个derogation上面 可以任意地做这样的调整 它仍然有一些个限制 那么比较值得注意的是 它创造了一个机构 叫做human rights committee 我们一般把它翻成叫做 联合国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这个做什么呢 这个你要一定要讲的话 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公约 执行的情况 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个机构来负责 后面有一个认责议定书 这个是一个大概联合国 这个公约普遍发展的情况 从这里开始你看到一个轨迹 这个轨迹不只是适用在 人权这个领域 适用在环保尤其明显 一开始我们大家坐下来 先讲我们有一个目标 我们现在全球暖化非常的严重 global warming很严重 所以我们现在要定一个想法 我们大家先通过一个宣言 说这个事情怎么影响到我们 我们大家决定决心要来对抗它 一样的人权宣言献出来 接下来我们会通过一个条约 具体地讲哪些权利义务 所以这里一条一条一条列列列列列列完 然后再下来我们会通过若干的议定书 在这个ICCPR的后面 也有一个optional protocol 意思是这个是你可以选择要 也可以选择不要 那么这个议定书要做什么呢 说如果你们各个缔约国的人民 他们的按照我们这个ICCPR 公约所保障的这个基本权 被所属的国家给侵害的时候 在你的内国用尽了救济途径 仍然没有办法获得救济 你们可以向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 Human Rights Committee提出申诉 complaint 但是这个complaint呢 没有拘束力 假如我们人权委员会做一个决定 说这个美国不可以这样做 那这个是送给美国参考 这个是初期 你们慢慢看呢 它越来会越强 越来会越强 它不会永远没有拘束力的 好 那么现在假如讲 跟我们台湾比较有关的就是施行 这个刚才讲呢 这是1966年开放签署的 就是这个treaty 这个convenant通过了 然后大家欢迎你们来加入 大家可以来加入 那么1966年开放了 一到1976年呢 才有足够的会员国 我记得是35个吧 好像是35个会员国签字 那才可以开始生效 那所以它是1976年的 3月23号才生效 我们在当初有参与这个条约的签订 那可是我们在正式生效以前 1976年以前 我们在1971年10月25号 就退出联合国了 所以等于说 我们仍然不是这个公约的缔约国 因为在它生效的时候 我们就出去了 那当然这个牵涉到 我们跟老共之间的一些争议 那2009年的4月22号 又隔了好多年了 1971年退出联合国 到2009年4月22号 我们制定公布了一个 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即这个公约施行法 即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施行法 因为两个公约嘛 所以我们简称叫两公约的施行法 那这个有兴趣 你们自己把这个条文找出来看一下 好 等一下我也会略略提到 当中比较关键的部分 刚才说人权宣言有两部分 那我们第一部分变成一个公约 第二部分也变成了另外一个公约 好 那你们看一下呢 下面八 就我们一般叫做金色文国际公约 这个金色文国际公约的第一条 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条文 它说所有的民族都有自决的权利 换句话讲 金色文的权利是以民族自决作为权题 在这个前提之下 承认每一个民族 有这种发展经济社会跟文化的 这种权利的权利 那么第二条到第五条是帝约国的承诺 接下来金色文的内涵 主要是在第六条 像工作权 工作条件 还有工会 然后社会安全 社会安全就讲我上次说过的 这个牢有所忠 又有所养的这种 集体的社会的安全机制 包含退休 还有这个全民健保 这种家庭保护 另外适当生活水准圈 下面我附了一个例子 是四支七零九 这个七零九牵涉到都庚 简单地讲 这个都庚的案子 不只是你讲的 想的 直觉想象的那一面 像文灵院他反对都庚 他说你都庚侵害了我的财产 你把我不想拆掉的房子 给我拆掉了 是的 这是一面 但是另外一面 按照这个金色文公约 国家有义务 要提供人民适当的生活水准 适当的生活水准 包含适当的居住环境 那个环境这么糟 厕所也没有 巷道这么狭小 要着火整个房子都烧 整个社区都烧光了 那你要不要度更呢 都市要不要更新呢 那这种情况下 你少数人跟多数人的利益 可能是不完全一样 这多数跟少数是会变动的 我不敢讲说 谁是多谁是少 但是有另外一面 它是在要求政府 应该提供给我一个 适当生活的居住环境 709号解释 里面隐约的 有谈到这样的问题 另外 身心健康的权利等等 好 那这个公约的情况 跟台湾刚才讲的 那个情形是一样 两个公约 是同一个时间通过 后来也是同一个时间生效 就两个像孪生兄弟一样 那我们反正就退出联合国 所以我们只能通过 两公约施行法 好 再下来 国际人权法 跟国内法的关系 现在我们要看一个例子 就是四字第372号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 讲纲这个问题的部分 我先提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看内容 这里面接触到好多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台湾的宪法 中华民国宪法 没有人性尊严四个字 现在372号解释 谈到人性尊严 我们且看 它是怎么把人性尊严 这个国际人权法上的概念 纳入 中华民国宪法之内 这是第一个问题 它怎么进来的 就是我们国内法 跟国际法 我们现在一般人讲的话 叫接轨 请问你这个轨要怎么接 这个大法官372 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问题 第二 这个解释里面呢 有一位苏军雄大法官 他发表了协同 含部分不同意见书 那我要问你们的是 请问他跟多数意见 有什么不同 这是今天的课后喜作 有兴趣的人再来答复 再来回答我 但是这个跟那个一样 那下来增下来的一些问题呢 就是需要念这个解释文 才能看得懂 好下一位 下一位麻烦你念 这个解释要旨的372 现在把最关键的那段文字 先出现 这是在解释文里来 维护 维护人格尊严 与确保人身安全 为我国宪法保障人民 自由权利之基本理念 好 那你看他 他说 这个是我国宪法的基本理念 他先讲 我们虽然没有这个东西 但是我们说 它是我们的基本理念 这是大法官讲的 因为文字上面 我们没有看到人格尊严 或人性尊严 这四个字 不过他承认 这是我们宪法保障人民 自由权利的基本理念 当然你们就要问说 那基本理念是什么意思 基本理念跟上个礼拜 老师你讲的 自由民主宪政秩序 是什么关系 自由民主宪政秩序 是499号才出现 这是372在他之前 那之前跟之后 毕竟同样一个组织 都是大法官做的 他们之间应该有些 什么样的有机的联系吗 好下一位 请念本案细征的条文 民法 民法第1052条 第一项第三款所称 不堪同居之虐待 因就具体事件衡量夫妻之意 方受他方虐待 所受侵害之严重性 斟酌当事人之教育程度 社会地位及其他情事 是否以危及婚姻关系之 维系以为断 若受他方虐待 以愉悦夫妻通常所能忍受之程度 而有侵害人格尊严与人身安全者 即不得非受不堪同居之虐待 好那本案引起争议的不是这个条文 而是最高法院的这个判例 请继续 最高法院23年上次第4554号判例位 这个判例很早 23年的时候还在大陆时期 所以什么叫做不堪同居之虐待 所以什么叫做不堪同居之虐待 最高法院的这个判例 把它限缩了 不能从致意上马上说 这样打他一巴掌 就叫不堪同居之虐待 盛怒之下打对方一巴掌 虽然不是好的行为 但是这样也不一定就构成不堪同居 好继续 对于过当之行为 愉悦维系婚姻关系之程序 所能忍受之范围部分 并未排除上述原则之适用 与宪法上无抵触 好各位再看一下 这个句子很长 你们觉得大法官讲了什么 大法官实际是在解释 民法1052条跟宪法的关系 1052条说不堪同居之虐待 就可以请求法院判准离婚 那请问你什么叫不堪同居之虐待 大法官给了一个一般性抽象的解释 就是要就具体的事件 衡量夫妻之一方 被他方虐待的严重性 你们听不懂吗 等一下我来举例子 还要斟酌当事人的教育程度 两个都博士吗 还两个都没念书的 社会地位还有其他 有没有违及婚姻关系之违系 来作为判断 那不能够说单纯的 就是一时过分过激的行为 就说他就已经是不堪同居之虐待 好那我现在举个例子 你们来看看这算不算 不堪同居之虐待 我很爱你 爱到时刻不能分离 不可虚于理业 怎么办呢 我就用个孙子绳子 很好的绳子 不痛的套在你的脖子上 我到哪里就跟着我到哪里 否判施时刻不分开 你觉得这样算不算 不堪同居之虐待 我没有打你 我对你很好 你用大法官的话讲 你觉得这个侵害的严重程度如何 有没有影响你的人性尊严 人生自由的限制是双面的 你去哪里我也去哪里 对 是啊 那你觉得如果是这样 你觉得为什么会影响到人性尊严呢 因为被酸者的人 好像没有被当成人来看待 是不是 他被当成好像一个物 不管你是狗还是什么 反正你是宠物 宠得不得了的宠物 不然为什么 但你们再想想看 这个不是没有的 你们看现在走在路上 爸爸妈妈有没有用绳子拳孩子来 手牵是常有 但是也有时候用绳子 用绳子是不一样的 他不一定拳在脖子上 他可能拳在腰上 可能拳在你的车上 他可能拳不同的地方 其实他有好几个小孩的时候 他一定要这样拳着 不然怎么跑掉怎么办 你现在看 那这不过这是小孩 这又是另外一件事 好 所以你们觉得大法官这个解释 到底有没有帮助 但是关键是呢 因为罪官法院有这个判例 说不能因为一时过激 就把他说是过 就说他是这个不堪同居之虐待 大法官最后的结论说 他没有排除上述原则的适用 上述原则是什么 如果你已经侵害到对方的人格尊严 跟人身安全 而且侵害的程度 是通常人所不能忍受的 刚才我讲 也许有人两个人这么相爱 他真的可以忍受 但是一般的人可能不能忍受 那如果这样的情形 那就不行 所以大法官说 这个判例呢 并没有跟宪法抵触 我这样讲话 有没有听懂 在这里呢我们牵涉到的 是另外一个有趣的事情 大法官的解释 这个是我跟你讲一个原则 那这个判例呢 看你要怎么解释 这个判例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 比方说一时奋机 那这个如果他有牵涉到 影响到人性尊严 人身自由 而且是一般社会通念 所不能容许的 如果这样他就不可以 所以这个范围很大 他没有排除我讲的 所以他说呢 没有跟宪法抵触 那换句话说 这个判例假定客观可以读出来的范围这么大 我们大法官容许的范围是这一块 那因为这一块也在这个里面 所以我们的意思就是 从此以后这个判例的情形 应该要这样解 这一块我就不救了 不再追究 这个就叫做合线性的解释 当然一个法规 现在包含我们讲的判例 有好多种解释的可能 其中有一种或者有一部分的解释 是合乎宪法的意志 在这里合乎宪法的意志是说 不能违反人性尊严 侵害人身安全 不能超过社会通念 所能容许的范围 这三个要件 它是不是在这里 在这里 那所以这个判例虽然这么大 它有一些可能不在 那我们不在 追究这个不在 因为它有一些部分在 那我们就说 这个判例应该以后就这样理解 就这样理解来讲 它不违反宪法 其他部分我们就不救 那这就是合线性解释 这样有没有听懂 你们现在慢慢来 这是第一次碰到合线性的解释 合线性的解释有很多 当然我知道你们会问我一个问题 说大反观怎么那么客气干什么 你赶紧宣告违宪不就好了吗 也可以啊 那也可以整个宣告违宪 那这一块合线的怎么办 听得懂吗 这里面当然某一种意义上 做合线性的解释 是大法官自我限缩 我们的违宪审查 能合线的尽量让它合线 不要挑剔它一档一对 都要让它变成违宪 好我们先来看理由书 下一位请念解释理由书 那个一我上次讲过了方挂胡 凡是方挂胡就不是原文 但是因为解释理由书很长 那如果我不去把它标断 不做断码标示 对各位的阅读不好 你可能要从头读到尾才找得到 那我先上标示你就很容易找 在第一段 好下一位请念 人格尊严之维护人身安全之确保 乃世界人权宣言所揭示 并为我国宪法保障人民 自由权力之基本理念 好372号解释什么时候做成的 84年 我们刚刚讲的两公约 什么时候生效的 1976民国84年要加1911 是公元多少年 1995年了 1995年老早就超过1976年 那为什么大法官不引两公约呢 却引人权宣言呢 听懂了吗 因为我们不是两公约的缔约国 所以我们不要去扯那个问题 宣言反正没有拘束力 宣言我们也可以接受 而且宣言我们也有参加 1948我们还没有退出联合国 我们还是五个常任 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呢 1948年大陆都还没丢掉 OK 好 所以我们讲 是世界人权宣言所揭示的 这点是对 那你注意下面一个字 并为我国宪法的基本理念 老师旁边提示你们对话 为什么加个并字呢 他为什么不直接写为呢 听得懂吗 这有没有文具上有没有差别 我们说这个是世界人权宣言所揭示的 那因此就是我国宪法的基本理念 那意思是我们要受到 世界人权宣言的拘束吗 那我现在这样讲加个并字呢 这两件事情是平行的 第一我告诉你 人权宣言有这个理念 第二 而且它是我们所承认的基本理念 我们没有放弃国家的主权 听懂吗 这个你不要小看那个字 那个字在大法官解释里面 我没有去掉原券 我猜想应该是有意义的 好 现在呢 我们看一下苏君雄大法官的 协同 记部分不同意见书 我现在第一个问题没有在讲义上 我今天临时增补了 以后看到这样的意见书要问自己 这个意见书 协同跟部分不同有什么不同 协同跟不同有什么不同 协同跟部分不同又有什么不同 部分不同跟不同又有什么不同 我现在就这样子提在这里 你们自己去想 现在不要马上有答案 不要这么急 而且有一些人的归类 有些大法官自我的归类 不一定很精确 那这个归类为协同 归类为不同 归类为部分不同 部分协同 原则上是大法官自己做的认定 我说是这样 就这样 通常没有人会challenge你 那所以这个可能这个分类 也不一定很正确 但是你去想一想看 它有什么不同 好 下一位请念这一段 多数意见是我讲的 这是我说的多数意见 然后就下面是他讲的话 来 就 就一般人格权及婚姻之合理保障 大跟一点故事赞同 唯一奋机之过当行为 若以达侵害人性尊严之程度 而有否定自由之人格 或威胁健康与生命之情形 极为宪法秩序所不容许 是啊 这一块这样子 如果有碰到像这种情形 就不许了 这种情形是许 这种情形是不许 极为宪法秩序所不许 好继续 法院 法院应适用人性尊严 绝对性保障原则 这句话很抽象 但是你应该听得懂 它的意思是说 如果违反人性尊严 人性尊严没得商量 人性尊严的保障必须是绝对的 违反人性尊严就一定不可以 那叫做法院应 这里讲的法院是什么法院 是下级法院还是司法院 看起来是讲下级法院 你们原来这个案子是民事法院 做成的民事判例 最高法院的判例 那你这个法院 就应该要用人性尊严 绝对保障的原则 怎样呢 继续 直接认定其为不堪同居之虐待 好 所以你就要直接认定 说不堪同居之虐待 好 那这个上开判例是怎么不对呢 继续 上开判例之一指 于此等情形 为立即做出基于国家保护义务 所为之任 好 暂停一下 这两句话斗在一起 你就听懂了 国家对基本权负有保护义务 国家对基本权当中的人性尊严 负有绝对保护义务 法院碰到这种情况 法院应该立刻就说 这种情形违宪 根本连商量律都没有 你们没有做 这个判例没有做出这样的决定 所以 于 于宪法保障人性尊严之一指为何 就此部分因 加以宪制不予原用 好 这是他的结论 所以我刚才说 今天的科后席座 请问你 苏大法官这样的见解 跟我们刚才看到的多数意见 是哪里不同 如果一样 他就不应该写一个 协同或部分不同 听得懂听不懂 这个文字要一点时间来斟酌 好 我们继续看他的构造 他的理由 下一位 好 跳过 这些刚才都念过了 就不讲了 你们自己看 跳到黑字之前 世界人权宣言 是会员国本身 及所辖人民 均因永始贤尊 他写永享贤尊 我不知道为什么 知国际宪章 好继续 然后我国 我国亦为签署国之一 为维护民主宪政国家之形象 国家亦应尽量保障国际人权之一 你们觉得这个论述 有没有让你觉得奇怪 维护形象可以变成我们国家应遵守国际人权规定的一个理由吗 这是不是一个很有趣的论证 但是呢 这只是他的一部分理由 为什么说他一部分 意应嘛 耶 为了维护国家的形象 那也要遵守国际人权嘛 那表示说呢 还有另外的理由 一定要遵守国际人权里面的约定 规定 好 下一位 372 再下一位 人性尊严之权利 这都是苏大法官的论证 下一位 好大声 人性尊严之权利概念及其不可侵犯性 有要求国家公权力保护与尊重之地位 在个人生活领域中 人性尊严是个人生存形象之核心部分 属于维系个人生命及自由发展人格不可或缺之权利 它是不可或缺的 因此 因此是一种国家法 必须绝对保护之基本人权 国家对基本权有保护义务 而人性尊严是绝对的 所以国家对人性尊严的保护也是绝对的 好继续 这种生存尊严与一般人格权保护之 具有社会性必须就具体情绪 衡量是否对于维系家庭或社会关系 可得容忍之情形而断折不同 好在这里可以进一步的说明 他认为为什么对于人性尊严的国家保护义务是绝对的 好那往下 如果你认为这个是绝对的 那请问你 依照你的见解 我们这个解释的解释文该怎么写呢 这才是答案嘛对不对 那你认为我们这样多数意见这样写不夺当 那你认为该怎么写 照你的说法就是绝对保护 绝对保护该怎么写呢 好下一位本号解释文为 好这句话暂停一下 我把急不得为非这几个字圈起来 若这样这样急不得为非 那是什么意思 急是咯 不得为非 否定的否定就是肯定了 那就是了 那你为什么不写说 若这样子急为不就好了吗 为什么若这样急不得说不是 好委屈哦 像这一种语句 在我们过去的司法文书里面是比较常见的 我想新一代的大法官 大概比较不愿意写这么绕口的文句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不能说他不是 那到底是是还是不是 好 往下 其解释意旨 意及再肯定人性尊严不受侵犯之原则 好 所以照你这样讲的话 你跟多数意见没有差别 多数意见跟你一样 那哪里不一样呢 继续 为人性尊严一旦受到侵犯 法院有优先积极保护之义务 因此解释文应更进一步补充明确宣示 此项绝对保护之意旨 所以你是在讲解释文 没有加上这一句 没有说他绝对应该保护 好 那继续讲了 此乃本协同意见书 所持部分不同意见书之理由依据之所在 你同意不同意 不重要 但是道理上讲 你既然发表跟多数意见不一样的意见 你应该要交代我跟多数意见哪里不一样 因为不一样 所以我才要写我的个别意见 不然你赞同多数意见就好了 好 看旁边的问题 在我国现行制度下 因为你们没有学过这个 但是我们这个如果是照上学期 照到下学期来 你就比较容易懂 但是这个你把问题留下来 在我们目前的制度下 大法官只能够抽象的审查法规 包含判例有没有违宪 本案你们仔细的讲 是判例的适用违宪 还是判例本身违宪 听得懂还是听不懂 刚刚你们看到最高法院的判例了 你们认为最高法院那个判例本身讲错了 还是最高法院那个判例用错了 用错了跟讲错了有没有不同 好 下一位麻烦你念 林友谋大法官的协同意见 因为有这样的意见 所以我猜一定会积出不同的意见来 这个人应该是跟他不一样的 好 下一位是否 林大法官的意见说 是否达于不堪同居之程度 本因人而异 未可一概而论 对嘛 人之常情是不是这样 我不堪同居的 你不是觉得很愉快 有人有被虐待狂也不一定 他很愉快 那么也应该一级 一级相同之行为 其能否继续维持婚姻关系 乃将因个人之社会地位 教育程度 宗教信仰 民情习俗 而有所不同 此乃社会存在之现实 是不是 这是社会现实 继续 并为法律适用之对象 其与对待之公平与否无关 亦与个人平等之维护无赦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那么你们大法官在干嘛呢 好 继续 下一位 他的论证还没有完 司法判例 下一位 司法判例所宣誓之意旨 乃法院就特定案件所表示之法律上见解 好 暂停一下 什么叫判例 他现在讲的这个抽象的话是对的 什么叫判例 判例呢 是法院就这个法律 适用到一个案件所表达的见解 好 继续 你们看懂这句话 跟刚才苏大法官的见解哪里不同了吗 林友谋大法官是办实物出身的 他是法官变成的大法官 刚才的苏俊雄大法官是学者 他是刑法的学者变成的大法官 你看他们两个的想法是不是不一样 在这里你看到了他是不同意那种看法的 我们在做判决 我们不是在做文章 他说这不是法学研究 好 那你们看看 这两个人讲谁讲得对呢 所以我说今天的习作并不容易 好 到这里我们回到讲纲来 那我们现在问几个问题 最高法院是法律审 他怎么样直接认定不堪同居之虐待 而贯彻绝对保护的原则呢 刚才苏大法官不是说 你就应该这样做吗 但是最高法院是法律审 他有办法审到这个个案适用的情况吗 那么再问细征的判例 何以没有立即做出 基于国家保护义务所为之认定 以致与宪法保障人性尊严之意志 不完全符合 所以这里再去想想看 这个问题要怎么回答 另外一个跟国际公约接轨 有直接关联的解释 就是四字392 现在我们先看一下392号解释 下一位麻烦你念 解释要指当中392的部分 那么这里要修改 392 84年12月22号 这个不是第17段 而是第18段 这个断码不是17而是18 好继续 人民被逮捕拘禁后 其所应解送之处是否仅限于法官 好这个是牵涉到我们宪法第八条 说呢一定要在24小时内 把逮捕的人送到法院审问处罚 那一定要这样吗 好在你看下面 这边大家引用的是欧洲人权法院 1988年的这个案子里面 讲的这些事情这些事情 你说国际人权法 以及国际人权法所创造出来的 像欧洲人权法院 它的见解会不会影响我们 大法官在这392 明白的就是在引用这个见解来表示意见 然后继续往下 孙生院大法官的不同意见书 他也谈到了欧洲保障人权 及基本自由的公约就是欧洲人权公约 联合国的公约美洲的人权公约 如何如何如何 是不是 然后接下来王和雄大法官的 不分不同意见也是在讲 可见了这个公约这个解释 对于欧洲或者是对其他国际人权公约 怎么样处理人身自由 大家都有意见 都在引用 是不是 好我们只要讲到这样 那现在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不管是欧洲人权公约也好 或者是欧洲人权法院 依照欧洲人权公约所做的判决也好 拘束我们大法官吗 首先我们是缔约国吗 用常识猜就知道一个都不是 我们没有一个缔约国 因为我们现在国际身份 这个被打压的缘故 第二个问题是 就算是缔约国 那他们那些其他的法院做的判决 直接拘束我们吗 这个打一个问号 那么现在假如在不拘束我们的情况之下 我们引用了这些 我们是怎么用的 我们是不是把它当成一个参考 类似这样的问题 以后还会不断地出现 我们以后到708 710都还有这样的问题 你们要用心去体会 大法官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之下 我们是怎么样援引他 来做我们论证的理由 而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接受 那如果一定要接受 这方面就有很多论证 你为什么一定要接受呢 好 现在看两公约施刑法第二条 这个最引起争议的地方在这里 他说 两公约所揭示保障人权的规定 具有国内法律之效力 所以马上就各位可以想到 我们能不能依照两公约施刑法 来做大法官解释 我们是在解释宪法 我们说这个什么什么规定 抵触了两公约施刑法 而两公约施刑法说 两公约的规定 是具有国内法律的效力 它总不可能是宪法吧 两公约施刑法也是法 两公约施刑法顾名思义 就是要国内所有的机关 尽量体现两公约的规定 那这个两公约施刑法本身是个法 那不然你要说它是什么呢 那我们对大法官来讲 这个只能参考 这个也能说我们受大拘束吗 它是被我们解释的法律 讲了不好听的情况 也许有一天两公约施刑法 某个条案被我们宣告违宪怎么办 是不是 毕竟它只是法律 当然我知道这样的分类 对于某些国际人权法 或者国际法的学者 是很不满意的 他觉得我们当然应该要讲 这个牵涉到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 敏感一点 但是有趣 你们觉得在我们不是缔约国的情况 我们没有以国家的身份去 同意接受那个公约拘束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牺牲掉这个国家的主权吗 你是缔约国你没有话讲 你自己愿意才签字的 我们连签字的资格都没有 然后你说我要受它拘束 那你还说你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吗 表现在哪里呢 如果你是主权独立 你至少可以不要吧 我至少可以不接受吧 对不对 那主权独立当然有很多其他的讨论 我们下学期再说吧 好 现在我们进入到本经 今天本章的第二个题目 叫做人权的分类 人权的分类呢 我们在前面两个部分 讲得详细一点 后面呢就举例做参考 首先我们讲一个理论 德国的学者 有一位很有名的人叫Georg Jelinek 他提出来的一个叫做Stadust Theorie 意思就是国民的身份 或者国民的地位的理论 他说按照人民与国家的关系 泛泛可以分成四种 四种地位发展出四种不同的关系 第一 人民立在被动的地位 人民立于被动 就要听国家的命令 国家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人民既然是立于被动的地位 就要服从国家的命令 命令包含作为的命令 德文叫做Gebot 包含不准作为的禁令 Ferbot不管你叫我做或者你不准我做 我都要服从 然后依照你的指示向你提供给付 这个Leistung-Unden-Stadt 这就体现为人民的义务 具体来讲是不是 纳税扶兵役 扶兵役是劳役的一种 我们古代就有很多劳役 对不对 旧万里长城也是扶劳役 替一个什么清官上任 借他担担子 借他担包袱 那也是劳役 那不管怎样 这个都是人民立于被动的地位 所以发展出来是人民义务 但是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他讲了 虽然人民有义务 国家也是要以公共利益 或者国家生存作为前提 才能克予人民义务 不然的话人民义务多大不得了 那这也不行 所以他要发展这个理论 他有一些制约 第二种地位 是人民立于消极的地位 消极的意思是 不要干涉 免于干涉 国家不干涉 人民就有的 那就是各种样的自由权 我们一般讲的消极自由权 这也是传统的自由主义者 所主张的 比方说 我有人身自由 就是国家 有免于国家 对我身体拘束的这种自由 第三种地位 叫做积极地位 我不但是要消极免于干涉 我还要积极地 去对国家有所请求 这就是我们一般讲的 受益权 或者请求权的概念 比方说我活不下去了 国家拿钱来 让我有最低生活给予 让我活得像个人 那这个是不是就对国家有所请求 你是积极地向国家有所请求 最后是主动 我有种另外的情形 是我不是向你请求 但是我要求我要参加 特别是参政权 这是为了国家 要形成国家的意志 而要求的参与 比方说选举罢免 创制复决 扶工职 参与行政程序等等 好 那么这个说法呢 虽然有很多种批评 它最大的缺点就是 它好像把这四种关系 说得非常截然划分 非常绝对 但是你再仔细地想一想 有那么绝对吗 好 我举个例子说 你说前面第二种关系 消极地位 人民立于消极地位 要求免于国家之干涉 它就拥有自由权 我举例说 你有集会游行的自由 集会结社的自由 但是这个是不是单纯 免于国家干涉 我就有呢 你也要集会 我也要集会 你要在仁爱路 我也要在仁爱路 我们会打架 国家要不要有一套办法 说集会要来申请 申请会要怎么样核准 路权要有时段的限制 那集会游行的时候 国家要派警察保护 要不然像我这样的人 讲讲讲 有人不爱听 对我扎石头 我还有集会游行的自由吗 表面上有 我事实上生命都不保 我敢去集会吗 所以国家集会的时候 是不是要派出警察来 维护公共秩序 尤其是当两个完全不同的 政治团体 在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路段 上面集会游行 要不要有所区隔 那你说 国家要不要形成一套制度 国家有没有保护我 让我可以行使 实现自由的这种义务 所以他好像不是 单纯的消极就有了 听得懂吗 这是他最大的缺点 但是为什么老师还留他呢 他虽然有缺点 虽然看起来很绝对 但是他很容易懂 你不觉得吗 他把人民跟国家的关系 虽然说的绝了一点 但是很容易懂 就凭着他一懂一解 这件事情就有保留他的义务 所以你看现在教科书 不管再怎样都还是留这个 好 第二个 这是德国当代的宪法大师 叫Robert Alexei 他提出来的这个所谓 权力的基本地位理论 下面那是他的德文 那我们现在讲他的意思 他现在这个理论也叫三点理论 他说呢 所谓的权力 权力呢 德文就是recht 权力是什么 权力就是对某一个事项 你可以这么主张的 这就叫做权力 德文叫做recht of etwas 英文叫做right to something 你要主张什么 不要说我有隐私权 英文就是right to privacy 我对隐私有所主张的权力 这就叫做隐私权 所以权力就是谁 对于其他的另外一个人 可以要求他做或者不做什么事情 的这种权力 那你再往下看呢 就是xyg的关系 x是一个权力主体 德文叫做recht 我拥有这个权力 我是这个权力的拥有者 我是这个权力的主体 英文可以把它翻成叫holder of a right 或者right holder 好 你是权力人 那你有这个权力 你要怎么实现呢 你通常会有个对方 这是相对人 通常我们是对国家有所主张 好 那主张什么 这是他的课题 我隐私 那隐私是什么 然后有一个权力保护的范围 这是subject matter 通常呢 这是要求权力相对人 做什么的事情 做什么 一个要做出一个行为 好 这个三点关系 那么他进一步举了一个例子 来说明这个三点关系 实际上是存在于两方面 德国基本法第二条第二项前段 说 人人都有基本权 jede hat das Recht auf Leben 英文来讲是 Every person has the right to life 好 人人都有基本权 以这个做例子 那么就会产生两大类 第一 我们对谁主张 对国家 要求国家不准做行为 不准做什么 不准杀害我 如果我有生命权 你把我杀了 那我的生命权就不见了 所以我有生命权 就是要 第一 对国家主张 国家不可以侵害我的生命 这个也可以说 是不是消极防御权的概念 我防御国家 免于侵犯我的生命 具体来讲 又可以分成几项 这三种类 第一 所谓的不干预 是指国家 不要妨害权力人 作为的权力 我这个生命是会动的 我要在路上走来走去 那你可以妨害我吗 那如果这样 那我这个生命权 也没有办法实现呢 人是会动的 不然我就死了嘛 我是动物 不是固体 那这个是第一个 国家不能妨害权力人 作为的权力 第二个 国家不能够影响 权力人的特质 跟处境的权力 我是一个健康的人 你故意把我变得不健康 变得一个病夫 病厌厌的 动都不能动 好 那比方说我的环境 本来我住在住宅 很好的 环境很优雅的 这个生活环境 你不能侵害我的环境 品质或者健康 让我没有办法 行使我的权力 第三个 要求国家不能够排除权力人的法律地位 这个前面两个是比较像是事实行为 现在这个是法律行为 假如我们现在换个例子 我说我有财产权 那我按照现行的法律 我这个财产可以交易 可以除费 我就要交易 我就要除费 你不能妨碍我 那么如果你说 要交易要除费 要得你批准 我哦 那我这个财产权就被你侵害了 所以你不能做的事情 包含这三种类型 第二个 你不但是不能做 你还有些情况你要做 那就牵涉到上个礼拜讲 这个礼拜又讲 国家对基本权负有保护义务 国家要保护我的生命 不能因为第三人而受侵害 比方说 妈妈要把孩子剁掉 孩子如果被妈妈剁掉 孩子生命权就没了 国家要通过一个法律吗 还是国家要做些什么事情吗 要保护这个孩子 不被他的妈妈 第三人给侵害 好 那这个就牵涉到两个部分 这里就是刚才讲是消极不作为 这里是要求积极请求国家作为 那么有关于基本权的保护义务 我们以后会进一步的讲 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400号跟445号 400号牵涉到财产权 他说国家富有保护义务 445号牵涉到集会游行 国家也富有保护义务 保护我有集会游行的自由实现的可能 免于来自于第三人的侵害 万一那个什么狼站在那里 说我不准出来 那我们还干不出来 像这样子 那国家当然要保护我 可以出来 接下来 这个所谓的保护义务 可以分成两类 第一类呢 是要求国家采取积极的事实行为 比方说有人要杀我 那我赶快通知警察局 警察局要派人保护我 是不是 当然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他是派人来保护你了 而且派了很多人保护你 但是没有想到呢 这个强盗或者杀人太厉害了 你还是被杀死了 那这个时候会发生一些有趣的争议 国家如果已经做了某些事实 采取了某些行为 你就不能说他没有尽到保护的义务 虽然最终的结果 因为某些 比方说那个保护人睡着了 或者那个人他是天兵天将 从天而降了 从上面打个洞跳进来了 从底下挖个洞上来了 现在偷东西的不是很多种办法吗 什么提款机都能办得走吗 所以你说你怎么保护呢 你总有疏失的时候 但这个不能说 就国家没有尽到保护义务 另外一种可能是要求国家 采取规范性的行为 比方说刚才讲的 要防止妇女堕胎 我们现在把它写在新法里 说堕胎是犯罪行为 那国家有定这样的规范 并不表示说 社会上就没有人堕胎了 是不是 那堕胎还是有可能 犯罪是犯罪 但有人犯罪了 那还是 害而还是被堕掉 像这样子 也是国家尽到了他的义务 也就是说呢 我们从Robert Alexey的观点 它是三角形的 它的分类方式呢 就比较灵活 它用同样的 用不同的方法 来解释 描述 类似的这种概念 好 除了这种以外呢 我们下面看几个 比较新的规定 这个是新的规定 你看看 要看的不是它的 不一定是它的内容 因为我现在没有办法 讲到那么细 但是我要你去看的是 它怎么分类的 因为这是比较新的规定 所以你看它的分类 是比较有趣的 第一个是欧洲人权公约 简称叫做ECHR 那么从它的分类 你看我都用黑体制标出来了 第二条到第十八条 它是规定权利跟自由 你看它的内容 什么生命权 免于奴隶 人生安全 受公平审判 等等等等 这个是不是非常像 我们联合国公民 及政治权利公约里面的规定 这个是不是很典型的 人权条款 Bill of Rights里面的规定 这是最传统的 最原始的 大概可以说 就是要求国家 不要干涉的这种权利 好 另外它在19条以下 它创造了一个 所谓的欧洲人权法院 38条到56条 那人权法院有管辖权 然后有判决有拘束力 那这个就跟其他的规定 不一样 刚才讲到了两公约 两公约虽然有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 但是他们提供的判决没有拘束力 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 对于缔约国而言是有拘束力的 通常你看到的重大案件 都是这些老牌的民主国家 包含德国 包含法国 中审的法院 甚至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 法国的人权委员会 或者他们的终审法院 因为他哪些判决 然后最后当事人不服 说你们这个判决 或者你这个相关的国内的规定 侵害到了我依照欧洲人权公约 所保障的这些基本权 所以他们要求 欧洲人权法院来进行审理 审理以后 有很多有趣的案子 是推翻了各国的终审法院 所以欧洲人权法院一般认为 对于欧洲促进整个人权的发展 跟进步是非常有贡献的 那你在这里看到的呢 这些规定 是不是基本上都还是 所谓的传统的人权条款 里面的那种人权 简单的说是免于国家干涉 它的特别只是设了一个 具有拘束力的法院 这个法院已经超过国界了 不是在那个国家之内了 是跨国的 再下来第四个 是一个英国成文宪法草案 它的权名叫 A Written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Kingdom 但是请注意 它是个草案 这是在当年 英国人在讨论 我们虽然是 全世界最资深的 老牌民主国家 但是当今天的世界 全世界各国都有 成文宪法的时候 那就检讨我们 我们为什么没有成文宪法 尤其我们没有人权条款 所以到底要不要有这个规定 那么这个1991的这个 英国成文宪法草案 虽然没有正式立法 但是它表彰了 至少在90年代 你可以看到 英国人对于人权的看法 你注意看它的分类 它除了条文非常多以外 它的分类也很有趣 第二章讲的是 Rights and the Freedom 这里面又分成三节 第一节叫做 Fundamental Rights and the Freedoms 然后它明明明白白讲第一幕 从第二条到第19条 就是Bill of Rights 你去对照那里面的内容 跟刚才你看到的 1953年的欧洲人权公约 几乎是若和福节 它就是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是它的翻版 接下来它有一个部分 是不一样的 第二节它增加了一个叫 社会及经济权 可是条文只有一条 我们以后还会有用到的机会 那么这个呢 是不是像联合国的 所谓金色文公约 但它把它浓缩成一条 更重要的是 它有个第三节 这个第三节是我看中的 它把另外一种东西 叫做资讯自由拿出来了 这个是在宪法人权分类上面 第一次出现这样的分类 我们一般看到是第一节跟第二节 没有第三节 资讯自由是什么呢 两件事 第一 国家拥有的资讯 要不要开放给全民共享 因为我们今天的话讲 就是政府资讯有没有公开的义务 第二 人民被政府拿去那些资讯 人民有没有接触的机会 比方说你去公益医院看病 你能不能检查你的病例 一直到不久之前 在台湾的社会 你一个病人要去看病例 医院是拒绝的 你们觉得可不可以拒绝你 这牵涉到一个观念 病例里面所记载的那些information 是谁的 你要这样讲有两个意思 你说是关于谁的 当然是关于我的 但是你说谁的 是所有权是谁的呢 这就说不清楚了 那病例医院会说 这是我们医院建的 我们医院花的纸 医生在上面写的 医生是我雇的 只不过记的是你的事 如此而已 你当然不能拿去 但是现代的观念会认为 既是有关于我的资讯 为什么我没有权利接触它 Why don't I have the access to the information about myself Why 这是观念 那我们现在资讯自由这一节 就是讲这两件事 它现在变成一种新的人权 提出来了 好 再往下 当代宪法起草表 这是一本小小的书 1994 这个做什么用呢 这是美国的一个基金会 它专门写出来 帮助当时脱离苏联共产党统治 要成为新的国家 想要制定新宪法 要怎么用 它做了一个checkless 它里面也有一些分类 你看它基本权力 是不是第一代 然后是金色文 是不是它也是这样写 再下来 就是2000年 变成了这个 原来这个有点命运 这个很多波折 你不能说它真的命不好 但原先它是希望变成欧洲宪法的一部分 但是后来没有公决 人民公投的时候 很多国家都没有通过 所以后来又变成了一个离斯本条约以后 它才变得有拘束力 这是在2000年所提出来的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European Union 这是欧盟代表了跨世纪的时候 对于人权的一些想法 那你看它是怎么分类 这个分类很有趣 第一章叫尊严 就是我们前讲的人性尊严 它把它放出来 然后除了人性尊严以外 它还有一些 比方说第二条的生命权 在这里它明白地讲 人不可以处死 不可以叛死 所以它是废死的国家 它是明白地这样讲 那第三条人生自主权 也是一个新的规定 你们认为一个人要自主 或者一个人要求自己要完整 包含物理的完整 physical integrity 还有心理的完整 mental integrity 要包含什么东西 我举例子 现在我们的基因科学很发达 那么生物基因的使用也很频繁 我们可以复制人 在技术上没有困难 你们认为可不可以复制人 你自己觉得很可爱 复制一个你 让他永生不朽 这样行不行 这个在第三条里面说 我们不能用这种科技 然后我们可不可以选择人 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技术 可以产生人 但是我们选好的人 选我要的人 或者我们只选男孩 不选女孩 或者只选女孩 不选男孩 这样可不可以 这个都牵涉到这个问题 所以在这里 它有一些明文的规定 第二章是自由权 这是不是相当于 我们原来讲的各种 免于国家干涉的权利 然后接下来平等 平等变成另外一种权 写的很多 而且这个平等里面 特别是对那些弱势的族群 有很多保障 比方说残障 老人 儿童等等 然后第四章 它叫做solidarity 我们一般讲是把它翻成团结 其实这个团结意思就是说 我们整个社会是一个整体 大家互相联动影响 这个意思 所以就相当于我们讲的金色权 然后最后还有公民权 相当于我们讲的参政权 这里面有很多条文 也是很难想象的 比方说41条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它是叫做良好的行政权 人民有权利 欧盟的人民有权利 要有一个良好的行政权 好像叫做good administration 我要查一下这个英文 那意思大概是讲 我们现在所能想象到的 正当行政程序 有关于正当行政程序 我有一本书 有兴趣你们有兴趣去看 基本上讲 人民有参与 做成行政决定的机会 比方说应该要有听证会 然后应该要让我有表示意见的机会 那为了要让我能参与听证 表达意见 你要给我通知 你做的决定要富有理由 如果不服 我应该有个申告求救的机会 救济的机会 像这些叫做正当行政程序 都在这个良好行政权里面 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大法官我们在这里 还算是赶上时代 以后我会讲709跟739 我们明白地讲 宪法所要求的正当行政程序 所以这个不是哪个公约 而是我们大法官创造出来的 另外42条也讲的文献请求权 这个就相当于我刚才讲的 政府资讯公开请求权 当然他讲的政府是指欧盟组织 欧盟的机构 最后是讲到司法 这相当于我们讲的所谓的诉讼权 这里面有一罪不良罚 罪行法定跟比例原则等等 另外有个通则 通则里面尤其是第52条 他谈到权力限制的限制 非常像我们宪法23条 下个礼拜以后 我们会慢慢陆续去讲到这些 好 以上就是一种新的 这个可以说是我们最新的 国际人权公约 你去看看它对于人权的分类 从我们今天开始 一个模模糊糊的概念 然后开始有些比较具体的文字 现在这个分类是越来越复杂 那另外一个就是国际人权字典 那这里你看它的分类 有国际人权公约里面会强调第一代的人权 是公民及政治权利里面免于国家干涉的这些权利 另外它会谈到经济社会文化权 这是积极要求国家向我们提供一些寄付的 那这个下面这个3.1 一直列到3.10几 我认为这个是我所看到的最详细的目录 我们对于所谓的泛称的社会权 或者是经济社会文化权 它到底包含什么内容 这是不容易讲清楚的 但是你看它写得非常清楚 再做一个字典 它把你做了分类 再下来有集体权 集体权是基本上是不只是针对个人 我们刚刚所讲的所有的人权 都是以个人为单位 所以是个人的基本人权 集体权它不只是针对个人 还包含针对在那一个团体里面的权 比方说你是残障者 那我现在讲残障者应该有什么权 这个残障者是一个多数 它是个基础 那这个有些复杂 那这里也有人说 这算是第三代的人权 等等 这也是一个分类 好 讲了那么多 我们现在国家 我们国家的人权是怎么分类的 你们现在翻到宪法的这本书的最后 看一下那个宪法的条文 你只要看第二章 从第七条开始 你跟着我走 你就知道我们是怎么分类 我们这个宪法制定在1947年 从这个分类上来说 大体是非常完整 首先第七条讲平等 第八第九条人身自由 第十条居住迁徙 十一条表现自由 十二条秘密通讯 十三条宗教信仰 十四条集会结社 到这里为止 通通都是自由权 所以从平等权开始 然后免于国家干涉的自由权 这个相当于取托国家里面讲的第一代的人权 或者是人权条款 接下来从十五条开始 人民的生存权工作权财产权 国家应于保障 保障哦 这不是不侵害而已的 所以在这里已经是受益权的概念了 是要求国家积极作为的 所以从这个十五到十六 十六呢是程序性的保障 我要求国家提供一个制度 让我可以有救济的机会 可以去打官司寻求平反 这个是救济 我没有保障你一定赢 但是你要保障我有个平反的可能 另外国家赔偿二十四条 接下来是二十一条 有受国民义务教育的权利 受国民教育的义务跟权利 这个是教育权 这是文化受益 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也有 另外呢我们的宪法也有参政权 主要是在十七十八 除此之外我们有像其他国家一样 怕挂一落万来了一个二十二条 这个概挂人权条款的规定 二十二条这个文字呢 以后我们还会细讲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先大略读一下 下一位麻烦你念一下二十二条 凡人民知其他自由及权利 其他良知圈起来 意思就是说在二十一条以前讲到的 就不在我这个范围 是没有讲到的所以是其他 然后 不妨害社会秩序公共利益者 在这两个条件下均受宪法之保障 这是不是一个概括条款 OK 接下来呢 还有人民的义务 从第十九条到二十一条 有依法纳税 依法服兵役 依法受国民教育的这个权利跟义务 这个二十一条是最特别 它既是权利也是义务 我们宪法只有一条这样子 所以这个也是个很有趣的事情 你当当要求国家而已吗 国家今天提供给你受教的机会 你可以不来吗 所以你有权利 也是你的义务 就这个这样规定的 我觉得在世界上来讲也是很了不起的 那另外就是 人权限制的限制 写在二十三条 你觉得我们的宪法 虽然言简意该 是不是该有的都有了 当然剩下的工作 一如其他国家一样 人权条款都是写得很简略的 剩下就是要靠大法官了 大法官要去把它补充起来 比较另外一种分类的看法呢 就是吴根老师的书 它第七条也是平等权 第八到十五条也是自由权 这也是所谓的权利清单 Beal of Rights的规定 都一样的 那十七十八政治参政权 这个也没有不同 它唯一的不同就是下面的 它承认有社会权 这个我叫做受益权 那是金色文的权利 十五二十一 那比较不同的是 它承认有一个程序基本权 但是程序基本权 实际上是程序上的受益权 包含十六十八 还有正当程序的保障 正当程序保障 这个以后我们会讲到 主要是大法官秉进的 我们的宪法没有用正当程序 或者法律正当程序 正当法律程序 都没有这样的字 这个是大法官384号以后 搬进来的 那至于说正当行政程序 我刚刚讲了 739 709 在你们现在在这个5的后面 709之前 再补一个号码 739 我们以后会补上去 也就是说739 709 491 这是随便举例子 说有正当行政程序的参与权 这都是大法官解释 补充难以 那这个都算是程序的基本权 好到这里为止 我们今天授课的内容已经结束 那有一个课后习作 就是四字第372号解释 苏俊雄大法官的协同及部分不同意见书 跟多数意见书的差别在哪里 你要去看 先看老师帮你做的摘要 你一定不满意 一定不能满足你的需要 你要去调出原文来 所以在这里要去练习做一个动作 怎么样上网 还是去找职本的大法官解释 把372号解释整个调出来 看看他的来由 是谁提起的申请 要求大法官解释什么东西 最后大法官是怎么做的这个解释 然后才有办法回应我的问题 为什么有一个大法官写了这个意见书 这个意见书跟前面多数意见哪里不同 多数意见是指什么 解释文加解释理由书 我再讲一遍 一个解释出来 我们会给他一个号码 然后就解释文 讲讲讲讲 然后解释理由书有很多段 有时候一段 有时候很多段 通常现在都不可能一段 那这个整个加起来叫多数意见 因为这是全体大法官表决通过的 他一定是多数 那后面如果个别大法官有意见 他会提 像苏军雄大法官在这个案子里 他认为他的意见 一部分是协同 一部分是不同 好那你看他是怎么写 那我现在问的问题就是 你要看他的这个意见 跟多数意见的差别在哪里 这个是要去做的练习 这样子练习以后 你慢慢的就会懂得 怎么读 怎么找 怎么理解大法官的解释 我们一次找一个小问题 那你去看看 那刚才应该在课堂上 整体共同需要提示的 我需要提问的 我已经都问了 那至于答案并不一定有 而且也不是那么重要的 重要的是你们要练习 自己去做这样的思考 可能以后要请你们多提问 你们的提问可能比答案还要重要 你会提问 你问的问题好 表示你已经有很好的问题意识 这个问题意识 通常是在你对问题 有一定理解的前提下 才有办法提的 你都不懂你不会问的 你问的问题好 表示你懂的程度也很高 通常是这样的 好那在我结束之前 请问有关于本讲 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请举手号请说 老师人性尊严跟人权的关系 很好 这个在上一次 上一讲里面有提到一点点 你看一下我们上一次的讲义 在第十页对不对 我们先讲了自由民主宪政秩序 然后说自由民主宪政秩序 确保个人自主的前提下 来实现自我的机会 接下来我们在第十页 马上就讲人性尊严 为什么会这样安排 这里面有许多考虑 因为我们从刚才的 今天我们讲的人权 从我们刚才里面来看 有一些战后的国际人权文献 是把人性尊严列进去的 像德国的宪法 更是明白地讲 一切人权保障 是以人性尊严作为起点 所以刚才苏俊雄他 他是留德的 他才会说 人性尊严的保护是绝对的 跟其他的保护相对 是不一样 那所以你要这样问我的话呢 你也可以说 人性尊严是人权之实 或者是人权的核心 或者是人权最重要的一种 一切都是从他那里开始 但是第二个问题是 我们的宪法没有人性尊严 没有写人性尊严 不能说没有 因为大法官已经讲 这是我们的基本精神 基本理念 那这就有趣了 我们是一个很有趣的国家 我们的宪法 反映了我们的国民性格 你们现在看一下 你的问题这样回答 你看一下宪法的第七条跟第八条 刚才不是说 我们人权这一章 在两个礼拜以后 我们就要讲平等权了 从哪里开始 从平等开始 我们刚才也看到 很多国际人权公约 也是从平等开始 我们虽然没有用那样的文具 但是实际上 我们隐含的前提 是相同的 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尤其每个人就人权而言 都是平等的 你没有比我多 我也没有比你多 好 接下来 我们中国人是很务实的 那你说我们的人权 除了平等 这个抽象的理念以外 为什么我们不去提 人性尊严呢 这跟你现在提这个问题有关 人性尊严听起来是懂的 那讲起来很难讲 四有四五 不是吗 每一件事情都可以 无限上纲到人性尊严 那这样怎么解释呢 那所以在这样的理解下 我们的宪法 是另外一个approach 另外一个取境 它是从现实面讲的 作为一个人 你的身体都不自由了 还讲什么其他自由啊 所以我们宪法第八条 除了平等以抽象的宣示以外 就直接讲 人不可以随便被逮捕 拘禁审问出发 从这里开始 我们第八条 而且是在第二章当中 最长的条文 你先把第二章拿来看看 我讲有错吗 我们这个学期都在讲第二章 第二章里面 每一条都非常简单 唯独第八条特别详细 你觉得自宪者疯了吗 他可以用一句话讲完 他不就讲完了吗 你如果要仿造其他各条 第八条应该只有 第八条第一项第一句 人民身体之自由 英语保障 没有啦 为什么写那么一大堆呢 写这么一大堆 就告诉你这一条很重要 而且这一条写的方法 是巨细米仪 同时呢 是由浅入深 我们等到讲到这一讲 二十讲以后 我们就会讲到这个 你就会看到 是怎么样由浅入深 他有一个想法 这个想法 我说很符合中国人的想法 因为我们是一个很务实的民族 讲那些抽象的道理 你会讲我也会讲 讲完大家都听不懂 我们从实际的面上开始 所以你问我说 那人性尊严要怎么理解 简单的回答 我们虽然没有明文 但是大法官三七二号解释 如同刚才各位所看到的 他已经承认 拥抱了人性尊严 作为我们宪法的基本理念 基本理念这四个字呢 也是很有趣的用语 这基本理念有渗透性 这里也可以有 那里也可以有 反正它多多有 这叫基本理念嘛 所以这叫基本嘛 而且它是理念 它没有形出于文字 那你也可以说 在有些国家 它是以人性尊严 作为最高的基本人权 一切的基本人权 是从这里开始 从而它也应该受到国家 绝对的保护 而不是相对的保护 当然这跟我问你问题有关 你说绝对保护 怎么个保护法 那我们目前这个审查制度下 你的绝对保护跟多注意见 怎么有差别 你写写看 要不然就不会有刚才 林友谋大法官的批评了 你以为你在做学者吗 我们现在是做审判 审判写的东西 跟学者写的文章是不一样的 那你们再看看应该怎么样 好 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 今天上课时间到了 我们下个礼拜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